8月25日 西玛瑶和邮金一家四口外出失分 拉孩子的近照罕见曝光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兄妹俩都长高了不少 看起来很乖很可爱 儿子穿着蓝色上衣 对着镜头做出剪刀手的动作很酷 女儿戴着餐巾 身穿黑色衣服 正专心的吃着东西 十分呆萌可爱 西玛瑶还分享了她给孩子们买的衣服 都是名牌货 价格不菲 她说儿子已经有6岁的身高了 所以只能买8岁的尺码 女儿的衣服也都很漂亮 西玛瑶看了都觉得可爱 孩子们的身高都很优秀 估计遗传了妈妈的超模基因 大长腿超强劲 西玛瑶虽然嫁给了赌王之子 但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她还和老公一起拍了七夕大片 展现了夫妻间的甜蜜和恩爱 她也在港大读MBA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知识 有网友在课堂上遇到了西玛瑶 她穿着黑色羽绒服 戴着棒球帽很低调 她还很友好的和同桌合影 人很随和 西玛瑶不满足于当全职太太 而是选择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或许未来能在赌王家族中 担任重要的职务呢 那次你怎么看呢